聖交處就沒有回覆我的 不過他有回覆傳媒 都說他們有做些事的 我希望他快點做 因為剛剛昨天我又收到一個 在赤柱監獄的在財人士的求助 就說因為赤柱是很舊的監獄 尤其是他說頂層那裡是最熱 熱得很厲害 因為他最頂那些太陽曬下來 他說如果外面35度 他們裡面可能熱到36、38度 熱得很厲害 所有人的衣服全部濕透 無論在頭人士好職員都濕透 很辛苦 所以他就叫我快點再次給一封信 處長看看可不可以做些事 看看是否可以留些東西在屋頂 令到他可以防曬 不要曬得太陽曬 甚至他說是否可以拿太陽板 但是我相信那些很久了 但是我都會再寫信給處長 現在正在起草 希望做些事 因為真的熱得很厲害 其實另外也有些市民跟我提 就說 其實現在天文台都說了 因為這個這麼酷熱的天氣 可能是越來越厲害的了 所以其實懲教署 當局是應該要考慮 可不可以在監獄裡面安裝冷氣 就是以往大家會覺得冷氣 就好像是一個很豪華的享受 但是現在我想大家應該了解 冷氣應該是必須的了 就算在這個監獄裡面 如果有醫院那些 去到醫院 有些醫院都是有冷氣的 所以我希望不需要說 令到大部分的在床人士都中暑 要去醫院 如果是都裝不了這麼多人 所以這個情況是很嚴重的 我希望現在透過你們這個節目 我會再去信懲教署長 希望盡快做多些東西 你說教冷氣都未必立刻教到 但是都盡快教 但是未得都安多些風扇 令到那些就是抽氣 各樣東西都好 不過頂樓那些真的要做多些東西 令到它不要只是 就是在精籠裡面這樣 真的很辛苦 其實這句話大家都不是很明白 你說應該做 或者不應該做 如果不應該做 是按哪條法例 應該講清楚 他又不肯講 有些人要拿些蠟燭 他又好像令到他 不知道會不會被拉 希望不會 所以真的很奇怪 就是了 但是你越是這樣 越令到傳媒也好 或者香港市民 都會覺得很驚奇 還有很關注 本來這件事沒有這麼多人的 現在搞到越來越多人去 去談論去報道 那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我希望當局是了解 其實很多市民都是很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 那你說不給別人悼念 你說犯法 那是犯什麼法 那你說要推翻國家 推翻政權 那就是了 那你拿一支蠟燭 是有些什麼問題呢 都需要講 那你都怕知道 有一間戲院 在六四那晚 是有人包場看戲 不是看六四的戲 那但是都有一些人士 業界 好像聽到說 是立法會議員 馬鴻國 就是勸他們 善意 就是提醒 就不要聚集了 那好像都說 取消了戲都不看 那我都不明白 你一方面又說香港復償 大家很開心 那你又這麼多事情 這個又不好做 這個又不行的 那你怎麼復償 怎麼開心呢 是的 其實我們就很珍惜新聞自由 行政長官李家超也都說 新聞自由一定有的 在你的袋裡 但是很多時候 有些人掩來掩去 在袋裡都掩不出來 那我希望就真的有了 因為市民是很緊張新聞自由 而我們新聞自由 在國際上的那個評級 最初那時候是評第20左右 現在就去到差不多150了 就是好像斷崖式那樣跌 那就因為我相信很多新聞機構 又害怕 不敢報導 或者它又不讓那些記者報導 所以才有些新聞工作者離開 就是辭職 又跳舞 那總之這些事情 就是每一次都令人很憂心的 就是我們所謂行政長官說 這個是在我們DNA 是我們的DNA 就是基因來的 那現在是不是改變了基因呢 那大家都希望不是 因為如果是復償的時候 香港人是很緊張自由 人生安全 你說穩定 和平 大家都是很想的 所以就希望 無論特區政府也好 或者北京政府也好 就是不要太過緊張 太過害怕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是很和平很理性的 你法律意見 如果你那些事情是涉及法律的 你幫助犯法的 你問我 那我覺得不可厚非的 如果政府呢 就是有些事情 如果是涉及政府的 那你叫政府去回應 回應了你去講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些事情 不是涉及政府 那你問政府做什麼呢 如果你是想說 就是問一下政府 給不給你 同不同意你發表呢 那當然有問題了 那我希望就是 外國記者會都不要搞成 那我都是一個成員 我們都不希望這個會搞成這樣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 怎麼說呢 就是挺起胸膛 做回自己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有勇氣 但是當然又要小心 也都要有智慧去做 當然不是啦 因為以前我們絕大部分區議員 是民選的嘛 一人一票 在地區裡選 但是他們很不喜歡 就是我講北京 還有特區政府 就很不喜歡 2019年這麼多選民呢 是投票選了很多 就是不是他們建制派的人 很多民主派 有些有些是本土派進去 那他們很不開心 覺得他們做事呢 他們是不認同 那現在搞成這樣呢 就變了呢 有很多個幾百個區民選的 就變得很少 那這個是很多人都覺得很差 但是北京會覺得是這樣 它才安心 唉 你就是把制度搞成這樣呢 很多人都很沮喪 就是覺得 唉 那不如不要搞好過了 但是就有些人就說 有的都要盡量去參與 所以民主黨都要想一下 是不是會有些人想去參與呢 這個不是很公平 也都不是很民主的制度 那如果有人要參與的時候 我都覺得如果你去做 是做得不是很屈辱的 不是給別人呢 是在那裡 就是令到你很丟架 很肉酸的呢 那如果你想去 你也都覺得 那區裡面的那些選民 是還會願意出來投票 因為上一次投票率都很低 那個立法會選舉 那所以有幾樣事情 他們自己要想一下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呢 是不要讓別人覺得 其實原來你走出來 就是被人侮辱了一番 侮辱完了呢 原來也都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那就很難搞了 但是我相信市民也好 其他人也知道 現在的情況是非常困難 是有些人是覺得很痛苦的 如果騙的話 有些人他就直接取消資格 有些人就辭職 那我覺得現在講這種說話 真的很多語 騙什麼呢 每個人都是真金白銀去投票的 怎麼騙回來呢 我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我不理他了這些就 喜歡在街上有人簽就簽 我們都做過簽名 如果你說他這個數字是假的 那你除非你有些證據證明 那我沒辦法 其實都不是什麼人的 有些人想在街上做簽名 都不可以做的 所以現在是很困難 但是他要做到 他說是什麼 那我真的沒有空跟他爭論 沒有什麼心得 現在總而言之 就是看一下盡量 不要被人抓 當然是 但是盡量也都發聲 我又沒有打算走 雖然有些壞神 就經常說我走老 我不走 我派在這裡的時候 他又不道歉 你說這些是不是剩下垃圾 這些是垃圾到不得了 那在這裡就盡力 做得多少 講得多少 就盡力做 現在正在審案 我們就是不會評論一些審的案 所以無論我是喜歡或者不喜歡也好 我是不會去評論 但是我盡量我的時間 未必每一天 但是大部分開審我都會去 就是支持他們 支持被告 尤其是有些被告已經被還押了 超過兩年多 兩年半或者更多 那是很痛苦 就是他們和他們家人 親戚朋友 支持者 是痛苦萬分 那我們都不想他們覺得 社會是忘記他們 所以我們很多人 都會盡量去法庭 去支持他們 也都有空 也都會去監獄 去探望那些被在酬人士 而現在熱得這麼厲害 也都要開聲 叫特區政府當局 盡快做些事情 就是人道一點 因為你熱成這樣 如果在獄中 或者很多人中暑病了 就很大件事了 我都探過他 不過有些事情我就無謂說 但是可以說 當時我見他 他是健康的 是 他也都問候其他朋友 但是我相信 何俊仁也好 什麼俊仁也好 在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在監獄裡面的煎熬 是很難受的 而且我們當然不只是說 一個何俊仁 有這麼多千人在監獄裡面 我們希望特區當局 盡快做些事情 去保持他們的健康 去保持他們的健康